美國眾議院民主黨人週三指責特朗普總統策劃腐敗計劃 涉壓烏克蘭對政治對手拜登展開調查 目的是在今年大選中舞弊,贏得連任 民主黨眾議員希夫在彈劾審判中擔任陪審員的100位參議員說 總統展示出他相信自己凌駕法律之上,蔑視約束 希夫在民主黨彈劾經理人3日陳述的第一天 只在說服參議員將共和黨總統特朗普去罷免 他說美國第45任總統尋求外國幫助在國內政治上獲益 而作為眾議院首席彈劾經理人的希夫說 總統扣押國會批准的撥款 給與俄羅斯交戰的烏克蘭近4億美元軍事援助 以此施壓烏克蘭總統吉蘭斯基展開對拜登父子的調查 他還說總統還宣稱烏蘭干預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 試圖破壞特朗普的選戰,這個陰謀論已經被揭穿 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希夫說 他利用只有他才有的國家權力 他說特朗普的行為違反了宣誓就即時的神聖誓言 希夫說特朗普向習倫斯基提出的請求相當於要求外國領導人 在特朗普面臨11月大選之際幫助他做髒的政治事情 他說特朗普在大選中的對手可能就是拜登 後者在全國民主黨選民的民意調查中處於領先地位